大家好,我是温宏 刚才我有聊到就是我的老乡他经营水果买卖 他在水果摊零售水果 然后在群里面就是批发游零售 也会团钩这样的在群里卖水果 卖得很好 我看这个群很活跃 那我那时候是1月份进到他的群 那时候才100多了 现在4月份就已经快400人了 他的群养到已经是能数增长的速度很快 我在过程中看到很多是转介绍进去的 那这呢我又学到什么呢 就是养群需要好好的用心 怎么样去养群呢 我要把现有的群里面的人数给他和数 我们现在养的群是把人带进来学习课程 那我们怎样有一个很好的课程来吸引到 我群里本人本身的人能够接受了 那当他接受了他就带人进来 那我们现在是在讲5G网络营销学 这本身是一个比较符合趋势的一个课程 那什么样的人他需要这样的5G营销的课程呢 这就是我们在思考的 还有我们这个5G营销课程他的品质如何呢 那也能够把人把我本身的群里面的人留住 然后还会吸引我群里的人能带人进来 这就是嘉欣老师一直在跟我们讲的这个过程 那从我的老乡他这个精英水果团的这个群里面的经验来看 就是说真的我们需要用心 老师已经运用了这个课程是很有品质的 那我们这个群组如何去把群养好 这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得好好思考 好 好